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庶民经济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至少从高峰顶上回到红尘浪里 但是我发现最近的几个事件啊 我很担心您的庶民经济的招牌啊 会被搞砸掉 院长 大凡一个政策 它从形成 政策的形成到政策的行销 它有一定的程序 一个政策形成的时候 第一件事要探讨这个政策该不该做 第二个 该做的话 第二个 它应该要怎么去做 因为一个政策一定有人得利 有人受害 有利的部分我们要把它扩大 但是有害的部分必须要去做说服 必须要去补偿 甚至要有配套 才能够减少受害者他觉得恐惧 有了这些之后 还要决定什么时间点 什么时机 这个政策来落实是最好的 当这个政策 行程上有了一定的定案之后 接着要做政策的行销 政策行销就更重要了 一个好的政策 如果没有好的政策行销 这个政策 好的政策被搞烂掉 好的政策要行销 要选择什么时候 把这个消息披露出去 让民众知道 让媒体知道 让媒体报导 然后政府要怎么去做说服 政府怎么去做说明 政府怎么去做解说 而所有的部会 这个时候应该是口径一致 绝对不会出现各催一把号的情况 那一个好的政策 才能顺利的推动 这是从政策行程到政策行销 还有它一定的一个process 它一定照顺序走 但是我现在看到了 从您上台以后啊 营业税的问题 政所税的问题 到现在正发生的人员 我发现说 很可能啊 你的庶民经纪的招牌 会被搞砸掉 都不会 我希望不会 都不会 我希望不会 因为确定不会 当然院长在今天上午 能够很紧急的 很明确的 很果断的 出来做一个宣誓 非常的好 但是这样的情况 可一不可在啊 也不可能防止它发生 邱远 曾如您刚才讲的 这种分析的过程 对 因为我们现在 资讯太过公开了 媒体 学术界 它追求自由的 理想的 都是非常明白 所以你看吧 一个所谓政所税 是拿什么时候的依据呢 拿去年出版的一个其中报告 就是 就是 附改会 约学 约请学者专家 去年民国九十七年的十月出版的 一个 有关 政所税是否恢复征收 他也提了四个可能 四个可能的 一 是暂时维持 都不征收 二 是法人征收 个人还是不征 第三个是法人不但征收 还有配套 包括他赔的 也是要算的 那这个只是 一年前的东西 哎 连期末都还没做 拿去当新闻来吧 对 因为这是一个 新闻 自由的时代 很认真啊 对 那学术 学术界也很透明啊 做了 能源税 亦不如此啊 在附改会提 所谓能源税 它中间还有一个环保税 环境税 那 它 也有各种不同的考量 比如学者专家 觉得世界先进国家 都开征了 那我们如果不开征 太可惜 所以学者 在其中 报告里头 会提出来 其末也会提 好了 连财政部都还没有到 连行政院都还没有到 那我们 到了行政院 或者在财政部时 就会考量 社会的状况 这个政策 或者学者的意见 固然理想 但是 要什么时间是 最适当的时间 要做什么样的配套 对 要不要做说明 让国人了解 最终还要立法院 审议通过法律修改案 所以很长的路 嗯 但是我担心 对 一旦被讲出来 它不会讲这么完整 讲不完整 它就只报导 好像明天就要开征 人员税一样 现在的环境 怎么能征税呢 怎么能开征人员税 所以很快的 就要澄清 你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就要完整的说明 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是 当然这是一个媒体自由 是一个学术透明的时代 你没有办法要学者 他不发表个人意见 但是哦 人员与环境税这个问题 为什么闹得这么大 那是因为啊 财政部长没有否认 那是因为 副院长啊 朱副院长啊 他公开说了 但是他们都讲很清楚啊 他说明年立法 后年施行 他们都讲得很清楚哦 比如说 能源税 也不会照 某些学者提的 那么高的一个附加 还有 能源税要 课征 不但要修法 同时原来的燃料使用费 也要停 然后对于中低收入的 是不会 增加它的负担 等等配套 那很多 当然只折其重点 只抓住一句话 然后就造成大家 比较大的恐慌 我觉得这正是 我们需要 为什么 部会上头还要有 院的整合 就是这个道理 我想我们一定会 妥善处理这些问题 对院长 我们还是必须要尽量减少 这方面 所造成的困扰 对 我在昨天 遇到了财政部委托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 肖代基先生 肖代基先生就是这一次做出这个 人源环境税这个版本 在外界在媒体披露这个版本的 主要的负责人 我就曾经问他 我说我看你的意见 可能跟行政院政务委员 梁启元梁政务委员的意见 恐怕南元北侧 有很大的差异 你们之间有没有做协调 昨天肖院长他跟我讲 他说他跟梁 梁政务委员的意见 是差别很大的 他说他不听我的 我也不听他的 这问题就严重了 院长我是从中华经济研究院出来 我是从学术机构出来的 我在学术机构待了快25年 通常在那个时代 在邻近党执政以前 政府委托学术机构做重要政策规划的时候 都会跟学术机构有一个保密协定 什么叫保密协定呢 就是这个报告 这个研究这个规划 除非到了政府部门 委托部门 说可以对外讲了 否则是不对外做任何披露的 哪怕你这一个计划的负责人 是兼任 这些复改会里面的委员 你都不可以对外 来说明整个计划的内容 以免引起行政部门的困扰吗 因为他只是财政部赋税署委托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还要经过财政部的讨论 还要经过行政会运会的讨论 还要受到立法院来讨论 最后才会定案 你怎么可以在整个学术建议研究的过程里面 就这个报告就出去了呢 所以我认为将来啊 可能要恢复 在过去两千年以前 我在学术单位的时候 我每次主持政府部门的研究计划 我们一定会签个保密协定 在所有的计划的内容 在委托部门政府单位 没有点头说可以以前 通常是不能对外讲的 对外讲还有罚款的 还有罚责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必须要谨慎 否则的话 在一个知识爆炸 在一个媒体自由的时代 有人抓到了一个 哎呀还有客能源环境税 可能在十年后 我们的这个水电燃料的支出 会增加多少多少 几倍几成 那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了 对啊 因为我的朋友坐汽程车啊 那接着这司机就告诉他说 诶 央秀哦 央秀哦 央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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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的 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事要澄清 哦 因为这是一个透明的世界 嗯 一个资讯流通自由的一个时代 哦 也好 有这样的公共议题 被社会所关心 但是我们只要很迅速的 把当前的政策 未来的做法 对国人说明吧 也等于对全国主人翁嘛 哦 报告清楚 我觉得我们如果面对这种事 当然最好是回到您所提的哈 受委托去研究的单位 这应该算是一种业务机密 对 他在交回给委托单位以前啊 没有得到授权 当然最好是不要对外去做 因为容易被指摘用嘛 或者是选用 或者引用其中的 可能就造成这个政策 没有全盘的去对社会报告 那么就会造成一些惊慌 或者误解 我觉得这种状况能避免是最好 因为上一次EGFA的一个报告 也出现同样类似的情况 也是被里面被特定人啊 挑了一句话 然后就大作文章 就说EGFA以后会造成 多严重的失业问题 然后还在那个媒体 那个平面媒体 做头版头条的处理 那造成的困扰太大了 因为这个消息一出去的话 政府要再说明啊 他就花几倍的力量 还说不清楚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经验啊 要好好的要记取 否则会把您庶民经济的招牌啊 给搞砸掉了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谢谢您 我第二个问题啊 上午院长在回答 罗明猜委员的提议的时候啊 我就回答非常的好 罗明猜委员建议说 把观光局能够升格为观光部 院长提到 只要选对人 政府政策支持 有适当的资源投入 跟辅助 就可以把观光产业带动得很好 而观光产业 正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 领头羊的产业 是 那我接着就要去跟院长 您来考虑一些问题啊 在日本 在韩国 他们都利用戏剧 用电影啊 连续剧啊 用所谓的明星啊 用偶像啊 带动了很多的观光旅游的发展 一个冬季链车 蓝衣岛就变成是个观光的景点 大长青 要使首尔的供电 要使季州岛变成观光的热点 它为韩国带来大量的观光旅游的外汇收入 可是我观察 我们观光局的官方的网站 跟韩国旅游的官方的网站 我就觉得我们做的不够 基本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只告诉这些外国的观光客说 哎 你们可以到哪里去玩 到哪里去吃 到哪里去shopping 可是你没有故事 你没有文化 例如说LV包 我们王部长一定知道LV包 LV包会红 它会得到更高的附加价值 结合了一个铁达尼号的故事 所以它的价值就起来了 它的优势就起来了 所以我们将来要推动我们的观光 全对人 又对资源 又对地方 那就要把我们整个观光资源 跟我们的文创产业 跟我们的戏剧 跟我们的电影 跟我们的文化 把它结合在一起 让它有平面的变立体的 让它活生生的 能够感动人 那观光产业才能够蓬勃发展 那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刚好 跟院长林过去的行政经历有关 那我就问院长了 这一届啊 刚刚才落幕的 金钟奖最大赢家 是哪一部连续剧 痞子英雄 太好了 这个院长打得非常的好 是 这个真的是庶民经济了 痞子英雄里面啊 有两个主角 一个叫痞子 一个是英雄 痞子是谁 英雄是谁 英雄好像是一个朋友 赵树海的儿子哈 叫赵佑婷吧 相当好 我想给你鼓掌 赵树海我是比较熟 太好了 赵佑婷第一次啊 是赵树海的儿子 没错 他第一次拍戏剧 第一次就得到金钟奖 最佳男主角 现在在海外 红得不得了 很多海外的朋友啊 都要打听 赵佑婷这个年轻人是谁 那痞子呢 窄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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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窄宅就是周渔民 窄宅啊 怪不得院长清楚 因为窄宅啊 曾是单担任过啊 我们交通部观光局的 观光官方的代言人 他是F4里面的议员啊 那么我接着要继续问一下院长 院长 因为您担任过八年的高雄市长 痞子英雄拍摄的场景 地点就在高雄 主要在高雄 里面拍的非常的美 很多人看了痞子英雄以后啊 都很想到高雄到实景去看一看 就像是他一开始 在第一集啊 他就有这个刚才提到的痞子 痞子里面有一个角色陈在天 他是个警察 但是很平 他住的地方啊 就非常非常的引大家的瞩目 他就问我 那个地方在哪里 哎 我说那个地方就在高雄软体园区啊 就是马总统要郭台铭去投资的那个地方啊 在高雄软体园区的 多成一位佛楼大楼的 逼动的顶楼啊 就是窄窄成在天的家 嘿 那个可以在顶楼看到高雄的全景啊 真的是美不胜收 看的人啊 每个都想到高雄去 那我说接着再考一下院长 院长 您能不能把 彼此英雄里面 在高雄拍的场景 当然很多 有几十个场景 你能不能指出五个地点 因为我知道您对高雄非常的熟悉 谢谢 在这里我要公开 肯定并且占量高雄市政府啊 做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措施 就是指定他的新闻处啊 提供给所有要拍电影 或者拍其他的广告片 只要想选高雄市的景点 单一的窗口 可以跟高雄市政府新闻处联系 由新闻处来提供协助 他们去拍摄这些点 我觉得这样就是符合 刚才邱伟你所指教的啊 像韩国 他会把他的很多著名的景点 要推卸给全世界的 就利用他韩剧 或者韩国的电影里头 很巧妙 柔性的 有智慧的 这个叫自入性行销的 最高峰的这个显现 让透过电影跟艺术 文化创意产业 能够把观光景点 或者文化艺术 行销给全球 我觉得高雄市 真的做得很成功 我已经请我们的新闻局 还有文件会 要了解这样的一个 一个趋势跟做法 那我在想 高雄市提供的点啊 嗯 如果要讲 从早晨开始 寿山很棒啊 寿山的自然公园很棒啊 85层楼是最高 它也可以面的海 可以看到一览无余的景色啊 那刚才您提的 软体园区孟时代啊 是新的购物商圈 也是将来发展软体 很棒的一个地方 在我想高捷啊 高捷一个站 当然有人认为花太多钱 但是就是美丽岛站啊 大概中正路跟中山路 大圆环 那个美丽岛站 也可能会射入镜头 我觉得美术馆应该也有资格啊 要不然就是 爱河或者是博二啊 这样的一个可以 码头啊 真爱码头啊 这些地方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入镜的 呃 院长真的是 对高雄真的是如蜀佳珍 非常的了解啊 对高雄的一点一滴啊 都非常的清楚 真的应该请民进哪几位啊 高雄籍的委员啊 他可能都没有你这么熟悉 院长大概所提的 代表匹子一喜欢拍第二集 哦 因为他高雄的场景啊 对 选的还不够广泛 嗯 刚才提到的寿山 嗯 就没有进他的场景 哦 很可惜 但是我也认为寿山 是个很好的场景 对 但是院长提到的其他几个场景 像是碗底园区 下孟时代 板机百货 是在他重点的范围内 哦 哎 刚才院长提到的高雄 高雄的码头 像光龙码头啦 真奈码头啦 新光码头啦 也都在他的范围内 至于他的高雄捷运的美丽岛站 里面有一场追逐器 是个热门的 一个非常热门的桥段 但是还有其他的站 像市运站也有 哦 所以市运的主场馆啊 也是他重要的场景 刚才提到的85大楼 就是 就是 左营营区的 军区 前面的 对对对是 对 那包含了这个 这个85大楼 是高雄的地标 所以透过了痞子英雄啊 整个的戏剧啊 他可以说是行销高雄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点子 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例子 能够扩大 好 当然高雄市政府 这一次协助啊 蔡阳明的儿子蔡月勋 拍这个痞子英雄 得到了较好较做的成绩 也达到行销高雄的效果 那别的县市 其实都可以 照这条路来做 好 例如说海角七号吧 把屏东横撑 很红了 好 那这有个连续剧很有名叫 《败犬女王》 《败犬女王》里面有个场景 就是苗栗的泰安温泉 马泽东有去过 是是是 好 那这一次这样 就从戏剧啊 把观光也带动 很多人看了戏剧以后 被戏剧里面的情节所感动 他就很想到那个地方 去亲身去体会 那个男女主角 在那个地方所发现 浪漫唯美凄美的爱情嘛 我顺便考一下 王部长 王部长 拜权的意思是什么 对不起 我不清楚 拜权的意思就是 三十三十岁 才三十岁以上 还没有未婚的女性 这是一个日本的外来语 所以 所以我这边提到说 院长上午提到 观光光 要让它蓬勃发展 设有局 升得成布 不是重点 重点要有创意 用对方法 下对资源 找对人 那观光就马上带动起来 而且观光所创造的附加价值啊 可能比别的产业还要来的更大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特别提出来啊 那么让院长来做参考 接着 回到部长这边来 部长 这几天啊 经过了在司法委员会 跟陈聪明总长之间的寻达的过程啊 让我非常非常的震惊 我震惊什么呢 因为从陈总长的口中证实了 在去年的九月二十二号哦 一年多以前哦 陈总长领导的特征组 就已经明确的知道 匾加在瑞士 有一亿美元啊 一亿美元超过三十一亿台币的 非法所得 就已经知道了 这是让大家非常震惊的 终于得到官方的证实 而且还有白纸黑字 照讲 我们的特征组 知道了这个讯息 他应该非常积极的 要把他查的水落石出 没有啊 我出来查清楚了 九月二十二号发了一次函 十二月一号发第二次函 希望瑞士给我们做司法复注 没有得到回复 从去年的十二月一号开始 就没有任何动作了 但大家问到陈总长说 你为什么没有动作 为什么不配个检察官到瑞士去 把事情查清楚 他竟然回答 还在部长你的旁边说了谎话 说没有预算 害得部长你还要不断的去解释 有预算 而且 高检署抬高检 的延大和检察长 也出来说明 有预算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感觉非常悲哀 马政府上台 大家最 最翘首以判的 两件事 也有的是新立 也有的是除币 新立 就是我们谈了 跟院长交换的很多意见 除币的部分 这是个指标的案子 很多的企业界人士跟我讲 他说这个案子不查个水落石出 他们会怕 他们以前八年被扁家 下坏了 被承衰本们下坏了 他们不敢不送钱 因为他们认为不送钱 他们就完了 他们就要被人家淘汰出局了 所以每一个人抢着送钱进官邸 怎么可以不查清楚呢 这个案子不查清楚 不查个水落石出 不查个真相大白 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给企业界安心 我们怎么推动下一波的金融改革 我们怎么能够做经济重建 部长 我真的想了半天 最后还是要问你了 陈总长的问题怎么解决啊 非常谢谢委员的指教 有关于司法互助这部分 那么如果有必要 那当然是要全力去去进行的 那么经费的部分 事实上抬高检也有两百多万的预算 那如果纵使不够呢 法务部也有第一亿别军可以指引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问题的 所以部长你的意思是说 法务部在司法部 其实是可以帮助陈总长的 是全力支持的 那陈总长为什么不向法务部求助呢 这一点我也不清楚 因为行政也不愿意介入 特征组有任何的需要 法务部一定是全力的支持 可是 可是 部长 我要当着院长的面 我要这样说了 你现在不能不介入了 你现在不能不介入了 因为陈总长那天在司法委员会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说那句话 扁案他快要结束了 他快要化休止符了 他要close掉了 那超过31亿的非法所得 他现在只查出5.6亿哦 他说他要结束了 我没有听到这句话 有他有说 他有说 在被询的时候他有说 他说扁案他告一个段落了 有没有 那如果说这个案子他告一个段落 然后钱也追不回来 真相也搞不清楚 然后他站住毛坑不拉死 然后害了马政府 马政府的除非的决心 就因为这样被打了大大的折扣 总长一定要全力的来支持 那问题他不全力啊 还有监督特征组 怎么办 他不全力啊怎么办呢 他不全力啊怎么办呢 那在司法法治委员会啊 有委员提醒了 我想总长会尽力去做的 我很无力感啊 我真的很无力 那天部长是不是提到了一个idea 但是没有什么人注意 部长说法部正想要成立一个 要去查扣追查海外的犯罪 不乏所得的一个专案小组 对不对 这个就是因为呢 我们这些贪毒的案件呢 事实上最后追回来的钱呢 实在是非常的有限 那么其实查扣犯罪的所得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这是降低犯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不仅是在贪毒 包括经济犯罪 包括这个毒品 都是枪械 都一样的 我知道 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在研修法律 希望能够再查过犯罪所得这一部分 能够更积极有效 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组成一个专责的小组 负责来追查这个犯罪所得 如果有这个小组 那时候 会不会仍然是陈秋名在管 将来 这个小组我希望是林或者是黄正士 黄世民黄正士还领军 你别让陈秋名在处理了 他在处理 他又站住毛坑不拉屎 他又不办了 跟委员报告 这个小组将来众所设立也是会在地检署 来成立 由检察官专责来负责 所以我要回到院长这里来 院长跟我们这段对话 我记得您在这个地方咨询 在牛内阁时代 你也曾经提到陈秋名总长 跟扁岸的重要关系人黄芳燕之间 的一些不正常的互动关系 作为检察总长 他的言行是非常要非常严谨的 他不但不能随便乱吃乱喝 也不能 更不能跟涉案的关系人有所互动 可是现在的状况 我们非常的痛苦的是 陈总长站住那个位置 他根本不理社会上的非议 反正他站在那个地方说我任其保障 你又能赖我何 院长怎么办呢 秋远做两点报告 第一 对任何已经由司法机关去侦办 审理中的个案 行政院或者行政机关 不会也不以表示任何的意见 以免涉入所谓干预啊或者是干涉 这样的一个 违法或者违宪的质疑当中 所以这第一点 绝不去就个案去做评论 第二个 凡是 司法机关认为 在行政部门 应该提供的各项的协助 我们一定会 全力的去协助 使他发挥他 独立的司法 侦办 侦办 跟审理的功能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假如有所谓制度上 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当然 或由 立法院提出批评指教 或由行政部门自己做检讨 有关在制度上 我们应该改进 或者思考的方向 我们本院 都愿意 来接受各方的建议啊 做审慎的处理 谢谢 因为现在已经火烧眉毛啊 这个案子如果让他就这样子在陈周明的手里